9月10日,并城此行在疫情街举办第五次零负担事集 持续为二手欧品寻找新主人 临近中秋前,也准备歌唱《蔡登米》和《古增远奏》 向民众推广中秋文化 包含17个摊会的市集,短等两个小时迎来到约465人的参与 总共410个物品被领养 得到的款项也全数捐给自己马来西亚分会 没有标价这个部分就随自己的心意我觉得这个是很棒 也不会让有人负担 所以喜欢他就拿,这就是结缘嘛 然后让那个资源再利用 我觉得这个对地球的环保 然后也让我们早育知足 然后有些人还可以拿自己家里的东西跟别人结缘 有些广结善缘 零负担事急,让二手物品得到第二次生命 也汇集众人的爱心,为苦难人送暖 《大爱新闻》正下美之宫文艳宽文医会方友人马来西亚报导 多一份善恋 多一份平安 一人一善,远离灾难 三倍 三倍 四一 二 三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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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